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树今天就从清平月来讲讲宋代美学 一 极简中的至美 如果说唐代的审美是大气奔放的浓烈 那么宋代则把简单自然的雅推到了高峰 宋代的美学要求更简单 就是圆 方 素色 质感的单纯 宋朝人用墨做画 用单色又烧死 送出大画家饭宽 西山行旅途 画中山势雄浑 幽默沉郁 给人以高山扬指的崇高感 而宋代瓷器更是有着接近哲学上的审美气质 本来是拜彼的列文造就了不可多得的绝世之美 若论极简之美 宋朝的极简遥遥领先西方 甚至影响了后世千百年 亚俗贡赏的审美风貌 极简并不是宋代美学的唯一风格 亚俗贡赏才是这个时期的底色 史大夫所代表的高雅秩序 与市民阶层代表的百姓通俗文化相交融 这一点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甚至包括女性的视频在内 比如马远的水图影响了宋代玉带沟设计 传统审美的S型曲线被融合进首饰设计中 画作中虚实对比的技巧 也用镂空加镶嵌元素来体现 宋代的服装也更注重轻雅感 色彩多以素雅颜色为主 穿搭风格不是圣堂妇女爱好袒露 而是把一切的张狂都收敛了起来 整体风格更加儒雅 看起来很有深沉的高级质感 三 宋代何以被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 在某种意义上 宋代可以说是中国美学史 成前起后的关键时期 除了绘画艺术 在文学创作乃至社会经济等领域 宋代同样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比如在文学方面 唐宋八大家里面有六位都是北宋人 宋词和唐诗并称为中国文学的两大高峰 圆曲的剧本 明经的小说等体材也都起源于宋代 家具和建筑艺术等等 也几乎都是在宋代的基础上得以发展 总的来说 宋代的审美文化在各个层面是共通的 所以格外生机勃勃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能看到宋代瓷器 山水 花鸟里表现出来的超越时代的美